大家好 其實大家不好 因為這條修訂的條例 真的差過23條 本來23條還根據香港法律制定 有香港立法制定之後 還要為香港法庭解釋 還有有什麼審訊 在香港可以律師盤滑 但是這條法例 比如說林榮基 大吉利是 他穿得草快 不是引導了上去上面的時候 就是上面 所有的審訊 律師都抓了 因為維權律師都抓了 所以這條修訂法例 是差過23條很多的 會令到所有香港人 老實說 為什麼商界這麼害怕 因為他們認識祖國 他們越認識祖國就越害怕 他們 那些政協常委 是說到說什麼 香港和一個法治 不同水準的地方連接 很嚴重 他們的朋友 回到香港就如目春福 為什麼 因為商界的人都知道 他在上面 是有沒有法律的保障 有沒有公平的審訊 有沒有人生安全的保證 是沒有的 不過做生意就賺命搏 所以 香港人 如果把這個制度 連接到內地 我們的林鄭月娥 搞什麼 全世界的人 經過香港 都可以是不安全 你記住 不只是內地 去北韓都可以 去阿富汗都可以 今早 我覺得很重要的新聞 對我來說 一個法律界人士 是很重要的新聞 我再說這一點 就是 以前在政府做了18年 做引渡的主管 叫做白孝華律師 Blind Flower 他說了一件事 他說 不是引渡你A罪 就只是審你A罪 他說引渡你A罪 是可以審B、C、D 那些沒有引渡的罪的 記住 這位資深的大律師 是香港政府做了18年 做引渡條約的主管 他告訴你 是這樣的法律的效果 我相信商界的人士 不是說取消了那9條 你們就不會被審那9條的罪行在內地 桂民海是引渡 不是引渡 不是引渡 桂民海是被審 撞死人 但是實際上 如果一個商界人士 是被引渡到內地 他是可以審其他那些9條 取消了在附近的罪行 我希望商界朋友清醒一點 同市民站在一起 反對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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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結一致 團結一致 反對惡法 反對惡法 沒有 不是 還有 這個